1月20日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正式就职 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如何处理对华议题 未来中美关系走势如何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1月26日 香港中美论坛 当前的中美关系方向与路径视频研讨会举行 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的前景展开讨论 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言表示 近年来 中美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重启和完善中美多层次交流机制 积累互信 中美上方应该抓紧恢复两国高层领导的战略对话 为两国的关系的发展发挥引领的作用 利用此前建立的各类的对话机制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把对话挫伤作为解决问题和 其本质是合作共赢 他建议中美双方在全面客观评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 开展新一轮经贸谈判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前不久中国与其他14个亚太国家签署了RCEP 与欧盟也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并表示阶级考虑加入CPTPP 我想这充分表明中国推行结构性改革和制度性开放的决心 中美应该秉持阶级合作的态度 在全面客观评估低业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 开展新一轮的经贸谈判 尽快取消贸业战以来的相互加征的高额关税 取消不合理的投资限制 抓紧重启BIT的谈判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规 当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视频致辞 他说香港和美国在商业贸易和金融方面都取得了长期的成功 是中美之间极具价值的商业桥梁 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 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 意大利前总理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 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董建华等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美国前商务部长便利 美国前商务部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